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是一筹莫展 从中国足协的角度来看 让希丁克的合同与成绩挂钩是合理的 毕竟希丁克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U21国族冲出亚洲 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足协聘请希丁克是自己掏腰包 不同于此前万达和恒大的赞助模式 这让足协更加谨慎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此前卡马乔的失败时刻在惊醒着足协高层们 眼下 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均在面临重大改革 对于财务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已有消息透露中国各项国家对统一招商 这将让关注度最高的男足和男男经费受到一定冲击 进一步加剧了足协对资金的敏感度 因此 中国足协和希丁克的分歧根本还是在钱的事情上 只要双方均做出一些让步 相信签约很快就可以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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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